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Lillian老师一起学画画 老师呢要教小朋友们 今天画一个花 那是什么花呢 它的名字叫仙人掌 老师呢在同一个设系里面比 比如说这是蓝色 老师呢选了最浅的蓝色 中间的蓝色 还有一个最深的蓝色 绿色呢也是 老师由深到浅 选了三支笔 粉色也是由深的粉色 然后到最浅的粉色 然后呢还用了一支红色 老师呢今天会用这种marker笔呢 来教小朋友们如何绘制 一盆漂亮的仙人掌 好那就快跟老师一起开始吧 那怎么做呢 老师说首先拿出一张纸来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把它对折对不对 只好之后呢要做什么 我们再把它对折 好我们再对折之后呢 小朋友们就得到了跟老师一样的 是什么呀 有一个十字形的哈 有一个十字形的这样的一根线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拿出一支笔 小朋友们呢最好用铅笔 老师呢用一支黑色的这个水星的笔哈 任何一支黑色的笔都可以哈 然后老师要告诉小朋友们 这个是中心点是不是 那老师的这盆花刚好 就用这个中心线下边的这个半部分 画它的花盆 花呢在上边画 小朋友们可以随意画这样哈 我们在中间老师点个点 告诉小朋友们这是一个点 然后呢我在这个点的左边点一个点 看起来差不多的位置哈 不要用隔齿哦 要用手这样的 我们长一点和短一点都没有关系啊 像老师这样随意的画一个 好之后呢我们把它连下来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花盆嘛 好花盆怎么画 我们就给它从上往下下画一个 两边画个小树 我们不要求画的必须要多直多漂亮哈 小朋友们就可以跟老师这样 我知道是往下画两个树 然后呢我们把它这样连在一起 哎连一半 刚好到这个中心线上 我等一下再连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 老师以前视频说过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一下跑偏 是不是 好之后呢我们这个花盆 它是不是下面的需要一个底啊 那底怎么画呢 很简单哈 但是我们要有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方法 左边点点右边点点哈 小朋友们看 老师在这点一个点 然后这同样的 右边的位置点一个点 我要用它这样两边画下来 是不是 小朋友们看清楚哦 老师就这样随意的往里 这样往里 哎 不要中间先连哈 我们看一下 之后我们再把它这样连上 哎 大概呢我们的花盆啊 基本上形状就是这样的哈 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画的花 无论你是画仙人掌也好 还是画其他的花也好 其实都是可以插到我们这个花盆里的哈 老师说呢 今天教小朋友们画仙人掌 所以老师把纸呢先放大一点 我们现在画上面的部分 仙人掌很好画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圆形是不是 所以老师今天教小朋友们画的 这个仙人掌呢是这样的哈 我在这个两边 我想先画一个大的圆的 小朋友们看哦 老师就这样画一个 哎 画了一个大半圆是不是 为什么老师不像以前点点了 因为这个画 我们不需要它画的 必须要左右对称 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哈 所以是这样的 老师呢画了一个这样的圆形哈 这个长一点的圆 然后呢 我的仙人掌上面呢 我可以这样 小朋友们看哈 老师可以这样 哎 往上走 这样的 然后我再给他画一个圈下来 像不像他的小手啊 哎 像不像他的小手 甚至他右边是不是 然后他的左边呢 也可以这样 哎 老师就随意的画了一个哈 然后这样下来 像不像我这个花 这像不像一头牛啊 很好玩是不是 这是呢 我的两边 小朋友们那也可以说 哦 这是像一个牛角形的花哈 因为今年是牛年 我们也可以画成这样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装饰我们的花 也可以在他上面多画哈 老师呢 比如说觉得上面 要画个小花比较好看 我就在他的top上面顶这样的地方 画一个圆 两个圆像不像我们画云朵呀 哎 是不是像老师就这样 就画出来一个花在上面 我中间给他画个心 好 然后呢 下边中间给他画几个这样的小树 是不是我们他头顶上就带了一个漂亮的大花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个新人长了 他很cute很可爱呀 所以我可以给他画个眼睛 眼睛怎么画 就是两个圈是不是 然后呢 他再往上看 为什么 哦 他觉得我的头上带的花可真漂亮 于是呢 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 是不是 他就往上看 那他的嘴巴是什么样的呢 他的嘴巴是上翘的 是非常的开心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这样 哎 画上他的眉毛 是不是 他一看就是一个很喜庆的这盆花 那新人长身上有什么呢 新人长身上有的是有道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这种虚线 什么叫虚线 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 是不是 小朋友呢 可以像老师这样把它画成这样的虚线 哎 两边 就是画线 但不要把它连上 是不是 左边也是这样 小朋友们看 老师这样的把它画 哎 然后呢 右边也是这样 哎 那中间画什么呢 中间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画成实线 像老师这样画实线 你可以给他画这样 哎 中间画两道 这边呢 我也可以给他画上 我们使他变得很漂亮 是不是 好 哇 他很开心 并且我们这个花呢 还挺好看 好 好 我们这个两边画完了 还有他中间 如果他身上呢 小朋友们可以像老师这样 轻轻的 给他画几个这样的道道 去证明 其实呢 虽然他是开心的 但是他身上也是有这种小道道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就画到这 然后先长还有什么 他浑身都是刺儿 这个刺 我们把这个刺给他画上 哎 来装饰一下 使他变得更加的好看 好 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身上给他画上刺了 还有这个两边 都画上刺 然后呢 他的左边和右边 如果小朋友们说 老师 你这个画的呀 既像一个人 也像一头牛 他也特别的可爱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胖胖的小手啊 那当然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 我们可以在上面给他加一个 哎 什么 胖胖的小手 是不是 那我们就上面还有一个小球 这些我们都可以随意添加了哈 这样 哎 画上道道 是不是 哎 他多了一个小手 那我们左边给他画上一个吧 嗯 画上一个小球 身上一定要记住他有刺哦 然后呢 再给他画上一点这样虚线 还有这种实线啊 连在一起 好 是不是啊 我们的仙人长很cute 很可爱哈 然后他的花盆呢 我们也一起把它装饰一下吧 那他的花盆可以是什么样的呀 老师啊 可以画heart 小朋友们呢 也可以跟老师一样画 画这个heart 也可以画什么 也可以画上星星 月亮 彩虹 都可以哈 我们可以随意的画在我们喜欢的花盆上 我们就让他变得很可爱 是不是 如果我看见这样的花 会不会把它带回家呢 小朋友们如果看这样的花 会不会在商场里看见这么可爱的花 我想啊 一定会要把它带回家 是不是 好 那我这个下面画上了heart 如果这个地方小朋友们想给他画上呢 画上其他的颜色 或者给他添加上的都可以 如果不想画呢 也可以就像老师这样 就画一个直的线也可以 因为老师啊 之前教过小朋友们很多线段 比如说圈圈 点点 还有这样的 波浪线 是不是 老师都教过小朋友 小朋友们呢 可以随意的添加 你可以在这上面加点点 都可以哈 也可以不换哈 就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画面 使我们的画面看起来更加的可爱 是不是 好 现在老师呢不再往上画了 我们的仙人掌呢 老师就暂时画到这儿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用老师刚才说过的这些颜色 来把它涂上吧 好 老师刚才说要用这些颜色 对不对 好 那不知道在小朋友的心里 这个花盆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仙人掌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老师觉得呀 这个仙人掌应该是个绿颜色 那绿颜色呢 老师刚才说拿了三只绿色 哦 看 这个 是最深的绿色 中间色 还有一个浅一点的绿颜色 为什么拿三只颜色呢 现在老师一画 小朋友们就知道了 首先呀我要拿出这个最深的颜色 画在哪呢 画在边边上 小朋友们看哦 老师把这个最深的颜色 涂在这边 右边 还有左边的边上 两边 好 之后呢 我把它略微的放大一点点 然后我在用什么颜色 我这三只 老师还把它放在这儿 用第二只笔 第二只笔呢 就颜色略微淡一点的 我把它涂在哪 我把它涂在这儿 立起来一点 因为这个面积小 老师说小面积的时候 要把笔价立起来 老师的这两个颜色呢 有一点点接近 所以呢 有点在视频当中啊 看不太出来 因为这个灯光啊 好 老师再换一个颜色 再换一个更浅的 我们看看这回能不能 把它拉得明显一点 哎 这个笔的颜色呢 会拉得更浅一点 眼睛的部分呢 我留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儿 在这个部分 我没有全部涂上 我把它留一点点的白 在它的眉毛上边 这样呢 会增加一点点高光 还有在右边 这一个地方 老师也不要把它全涂上 老师呢 要把它留一点点 这样呢 可以让它看得出哈 比如说有光源 我们可以把它 给这样 所以老师涂的时候呢 是由深的地方 往浅的地方涂 这是浅的地方 我可以再一次呢 用我这个深一点的笔 把边上呢 再加深一点 这样小朋友就看得清了哈 为什么老师要拿出三支笔 并且是有深有浅的 是不是 是为了使我们的画面啊 增加立体感 增加立体感 什么是立体感 就像这个画啊 就是活了一样 是不是 在我们身边一样哈 那看起来就很形象 好 现在呢 老师的最深的笔呢 用完了 用完之后 我再用我这个浅的笔 看一看 我这个中间有没有 哪个地方没涂上 差不多就这样了 眼睛的部分 一会我流出来 我再把它涂一点别的颜色 那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哈 好 之后呢 我再用同样的笔 涂在什么地方 涂在这 涂在这边上哈 最深的 我都把它涂在最外边 好 涂边边的时候 小朋友们一定要把笔立起来哈 因为立起来笔尖才会细 如果放倒的话 笔就会很粗 那样的话呢 就容易涂出去是不是 好 老师把这个颜色呢 深的放在了外边 然后呢 我用颜色浅的 就有一点点过度的 放在第二层 之后呢 我用一个颜色最浅的 把它放在中间 好 让它看起来 很亮 老师中间的这个部分 没有全涂上 就是给它一点点高光 给它一点点亮色哈 好 现在同样的涂左边 还是用我同样的这三支笔 用这个深的这个笔哈 涂在外边 边边上哈 边边上 两个边边 涂上 好 之后 我们再用一个比刚才那支笔 再淡一点的颜色哈 涂在中间 为什么要这样涂 有的小朋友们一定会问 老师啊 我为什么不能用一支笔涂下去啊 为什么要换来换去啊 因为现在老师也是在教小朋友们绘画的小技巧 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的画 怎么就这么好看 我的画为什么就不好看 其实道理啊 很简单 就是因为啊 我们在上色的时候没有技巧 我们有深的地方 好 有浅的地方 这样才会使这个整个画面啊 有一个层次感啊 老师留出来的地方呢 叫高光 高光就是光源能达到的地方 为什么老师现在画呢 是因为啊 我们在在房间里面的光源 也就是灯泡 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光源 不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光来打它 所以呢 一般也就在上面 所以这个就比较随意了 画这个光源就很随意 把它高光画在哪 其实呢 如果要按这个严格来讲 从这个美术的角度来讲呢 光源是 你的高光是要随着光源来变化的 因为我们现在孩子还小 所以我们先不涉及那种高深的哈 太难的 所以很难理解的 但是在陆续的视频当中 老师会一点点的渗透给小朋友们 现在呢 老师的话 两边呢 是重的 边上 两边是重的 是深绿色 然后呢 中间是这个过渡色 中间是一个过渡的 绿色 然后这边上是高光 然后呢 最浅的地方 最浅的地方 对不对 是中间的这一块 是最浅的地方 好 现在我的这个仙人掌的上面呢 就涂完了 涂完了之后呢 我来涂它的下边哈 涂在下边 还有它的花盆 花呢 不知道小朋友们觉得花是什么颜色哈 还有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heart 老师觉得呢 用粉色比较好看 同样老师也取了三种粉色 当然了 这个有浅一点的 比如说老师觉得 嗯 这个可以涂浅的 我就把它涂上浅的 我这个也可以涂浅的 我也可以把它涂上浅的 然后其他的呢 小朋友们说喜欢深的 那我就把它放上深的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女孩子都喜欢这个粉颜色哈 所以老师呢 就把这个heart涂上 但是呢 老师也特意的留了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高光在这个heart上面哈 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变化 OK 好 之后呢 我们把它都涂好 好 我们把它都涂好 这边也是 我们也可以再换一个哈 都是同一个色系 就是同一个颜色 有深有浅 叫做同一个色系哈 不能拿一个蓝色和一个红色 它就不叫同一个色系了哈 老师现在呢 用这个粉颜色 把这个heart给 给它涂上了 涂上之后呢 花盆是什么颜色呢 老师说我拿了三支什么颜色 蓝颜色 那我同样的哈 我用这个最深的这个蓝颜色 涂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把它涂在这边边上 把它这样 涂在这边 这样 小心 把笔一定要立起来哈 我们不要涂到了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刚画的这个小心上哈 像老师一样 这样 老师呢 现在用了一个蓝色 最重的颜色涂了这个边 涂了下面的这个边边 然后我要用什么 我要用同样的这三支蓝的当中 中间过度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涂在哪呢 涂在这个边上 接着它涂 中间它们两个交汇的这个线呢 其实叫做明暗交接线 但是呢 我们尽量的哈 把这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它看不出有中间的那根线 但是实质性呢 我的鼻已经换了颜色 这个就叫做 由浅入深 由深入浅哈 好 虽然是儿童画呢 我希望在这种视频里面啊 可以给小朋友们渗透一点 这个基础的知识 好 请让小朋友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有的人画的画好看 为什么有些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哈 我怎么就不是 所以老师呢 会简单的告诉小朋友们一下 好 之后呢 我的第二纸笔用完了 我现在又用我这个最浅的这个颜色 来涂在哪 涂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最浅的颜色 所以它对比和深的是最强烈的 你能明显的看出来 这两种颜色的不同 一般中间的过度色呢 它就很像 跟深色呢 就很像哈 好 我们涂一下把它 把它剩下的部分呢 尽量的用这个颜色涂满 但是呢 老师说 如果想美观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留高光 也可以不给它留 就是看小朋友们喜欢了哈 如果你觉得可以留一个高光 也是可以的 如果不留呢 像老师这样 把它涂实 也是可以哈 好 我现在用笔 把这个花盆呢 基本上呢 就把它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 其实这是有浅入深的 但是我的三支笔的颜色差距比较小 所以呢 我现在用我的最深的笔 我再次的在这个深的部位呢 给它加深一下 有的很多marker笔啊 就是它当它重叠的时候 会把纸给 啊 错漏 但是呢 嗯 这个分这个很多笔的水晶哈 所以 上第二遍的时候 要略微的小心一点 这是我用同一支笔深了一点 然后我再用刚才中间的过渡色 我再尽量的在它旁边 把这个黑的 就是深的这个蓝色 不要让它显得 特别的格列 看得出来哈 现在呢 是水彩笔啊 这种marker笔上色 当以后 如果小朋友们学素描的时候 会 老实在这么说的时候 你就 特别有深刻的体会了哈 因为素描呢 特别注重这个 这个关系哈 好 之后呢 我再用我最浅的这个 我在这样 这在上面 再来一遍哈 不用全土 我们就尽量的 让它不要看起来 深的和浅的之间 特别的格列哈 这样 好 现在小朋友应该能看清楚 这边浅 这是中间 然后这边是深的 好 现在我上面的这个 可以用什么颜色呢 我刚才拿了一支红色的笔 红色的笔呢 我可以哈 把它涂在这儿 比如说我可以把每一个 这个小小的 curve哈 这种中间 我都给它用这个红颜色来涂上 小朋友们呢 如果有自己心里喜欢的颜色 你可以用你心里喜欢的颜色 把它涂上 之后我用这个红颜色的笔啊 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点点 跟我的黑色 跟我的黑色 互相这个 互相的在一起哈 好 现在呢 花盆已经画完了 心也画完了 现在老师剩下的是 他头上有朵花 现在老师呢 想用刚才我用的粉色的笔哈 取一个最深的 和一个最浅的来搭配 最深的画在哪呢 最深的画在这个外边 这样哈 最深的画在外边 让它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呢 我把这个浅的颜色放在哪呢 浅的放在这一圈里 这样 然后周围呢 流出来一点点白颜色 这个周围呢 流出来一点白颜色 这样上起色来 看起来它 这个花就比全部涂实的更好看 这个眼睛呢 老师觉得这个白色 配的就挺好看了 如果小朋友们觉得 想把它放上其他的颜色 也是可以的 好 现在呢 老师的这个仙人掌啊 整个呢 就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呢 有没有学会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 每一期的视频更新了 好 这一期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